中国历史上最美的皇后是谁 我想这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谁都不好回答 这里按历史朝代道区列举出 主流意见里的十大最美皇后 一响读者 历史上最美皇后之时 孝庄文皇后 孝庄文皇后1613年3月28日 到1688年1月27日 普尔纪吉特是名布木布泰 一座本布泰蒙古科尔信布 在金通辽贝勒债桑之子女 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吉之妃 孝端文皇后的侄女 顺治帝爱新觉罗福林的生母 康熙帝爱新觉罗玄业的祖母 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皇太后和太皇太后 一生培育辅佐顺治康熙两代君主 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 历史上最美皇后之酒张燕 孝哀哲皇后张氏 1606到1644年 名燕自祖额小明保住明熙宗的皇后 天启元年 年十五虚岁四月侧为皇后 祥夫人祈父张国纪一女贵封泰康伯 历史上最美皇后之八周女英 小周后比俄皇小十四岁 李玉与俄皇结婚时 小周后年仅五岁 随着时光的流逝 当年混沌未开的小女孩 已出落成十五岁的俄诺少女 小周后天生活泼美丽可爱 深受李玉母后的喜爱 时常派人接她到宫中小株 小周后酷似出入宫时的俄皇 只是她比俄皇更年轻更活泼 随着接触的增多 李玉对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印后来也被封为皇后 人们便把她称作小周后 历史上最美皇后之妻武则天 武则天624年到705年 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一个正统的女皇帝 唐高宗 时代曾出现另一个 民间起义的女皇帝陈说真 也是继位年龄最大的皇帝 67岁继位 又是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 终年82岁 唐高宗时为皇后 655到683 唐中宗和唐瑞宗时为皇太后 683到690 后自立为五州皇帝 690到705 改国号唐维州定督洛阳 并好齐为神都 史称武州或南州705年退位 武师认为自己好像日月一样冲高 临挂于天空之上 于称帝后上尊号圣神皇帝 退位后中宗上尊号 则天大圣皇帝 武则天也是一位女诗人和政治家 历史上最美皇后之六长孙观音毕 长孙皇后 小子观音毕名不见在 虽又萧卫将军圣之女 八岁丧妇 由舅父高室连抚养 十三岁下李世林 武德元年册封秦王妃 武德末年竭力争取李渊后宫 对李世民的支持 玄武门之变当天 亲自免为诸将士之后拜太子妃 李世民即位十三天 即册封为皇后 在后卫时 善于借骨玉金 匡政李世民为政的事务 并保护中正得力的大臣 先后为皇帝诞下三子四女 贞观十年崩世号文德皇后 上元元年家世号为文德圣皇后 李世民与之为家偶 梁左并注射观望林怀念 藏着有女则三十卷 尚有汉墨存世金军义 仅存春游取一首 幼子鸡堂高宗 历史上最美皇后之物真密 真是183到221 中山无极 京河北省无极限 人 中国三国时期 魏文帝曹丕的正是 魏明帝曹瑞之母 本为元熙之妻 曹操攻陷叶城后 成为曹丕的妻子 后因被郭女王文德姑皇后所赠 而被曹丕赐赐 死后是约文昭皇后 历史上最美皇后之子 殷丽华 殷丽华东汉王朝开国皇帝 刘秀的第二任皇后 春秋时期的一代名相馆重的后裔 殷丽华在历史上以美貌著身 实在刘秀还是一个没落皇族之时 十分仰慕殷殷丽华的美貌 不禁探约 取其当的殷丽华 昆扬之战后 刘秀与婉成迎去殷史为妻 一年之后 刘秀又在河北迎去 了出身于西汉王室的郭盛通 东汉王朝建立郭氏 成为皇后殷丽华 则为贵人 建武十七年皇后过世被废 贵人殷丽华受封为皇后 殷丽华在位二十四年死后 与刘秀和藏于原理 十号光烈 后汉书 皇后继记载 因后在位之时 敦中贤书不喜言笑 有母仪之美 历史上最美皇后之三 赵飞燕赵飞燕原名遗嘱 是西汉汉成帝的皇后 和汉哀帝时的皇太后 赵飞燕是一位在中国历史上 传奇的人物和神话般的美女 在汉书中对她的描述 仅仅只有少说几句 但关于她的野史却有许多 在中国民间和历史上 她以美貌著称 所谓环飞燕寿 讲的便是她和杨玉环 而燕寿也通常用以比喻 体态轻盈瘦弱的美女 同时她也因美貌而成为 因或皇帝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历史上最美皇后之二斗一房 斗一房 公元前205到公元前135年 或公元前129年 清河郡观金金河北省武艺县观金村人 是西汉时期的一代美人 出身贫寒而天寿一昧的她 备受命运垂青 由名女到宫女 最后成为辅佐文景武三位 帝王治理大汉江山的杰出女性 西汉斗太后是西汉时期 汉文帝刘衡的皇后 汉景帝的母亲 其出身贫寒后被选入宫中 旅后将一些宫女分给诸侯王的旨 都是被分给了汉文帝 于汉文帝育有一女二男长子刘起 及后来的汉景帝 最宠爱的是小儿子刘武 历史上最美皇后之一吕志 汉高皇后姓吕明志 1241年前180年 汉高祖刘邦的皇后 1202年前195年在位 高祖死后被尊为皇太后 前195年前180年 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 第一位皇后和皇太后 又称为汉高后吕后吕太后 同时吕志也是封建王朝 第一个临朝称治的女子 掌握汉朝政权长达16年 感谢您收看启歌说历史频道 欢迎将您的想法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